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15号 仰四呢出现了中阴线 至少上升指数是中阴线 深层指2.71大阴线 创业板指数4.09大阴线 但是今天的涨跌加数 比一并股市特别的凶猛 对吧 深层指987加上涨 1300加下跌 1比1.5 上升指数855加上涨 948加下跌 基本1比1 所以呢就是这个股呢 并没有跌得很凶啊 指数跌得凶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欠故做的都还小女儿 对吧 前面呢指数涨得多 个股涨得少 现在呢指数跌得多 个股跌得少 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删着说啊 删着说 咱们吧 这个 要注意一下 不要在涨跌的时候呢 总是影响情绪 上周五 上午下跌的时候 有人就说 这一天反弹 今天下跌的时候 有人又说 一天反弹 可是上周五涨了呀 至少才是两天反弹呀 对吧 然后呢 又各种熊市言论 就又出来了 你不能判断 它这个地方 一定开始走下跌周期 如果是五天的上升 那这中间有一根阴线 难道不正常吗 我们也没有确定 一定是五天的上升 我们说 这个地方 无法判定买点 所以不买嘛 没有结构 一个月的调整周期 远没有到达 空间定量 能定位为止跌 就空间到位了 就在这个地方 再往下继续大跌的 可能性不大 这都是我们的结论 那最终得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止跌但不涨 底部震荡的概率大 什么是震荡 难道这样不是震荡吗 涨涨跌跌不是震荡吗 那如果你判定了市场 是属于底部震荡 那今天的下跌 就算最低的那个时候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对不对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你告诉我 我们本来就是 判断底部震荡呀 好吧 那未来你如果想 结构买入的话 它得创新低的 就得创这个地方的新低的 不创新低不出结构 创新低才会出结构 因此呢 就是说这个市场涨涨跌跌 就很正常了 这个控制一下情绪 如果人不能控制情绪的话 交易是做不好的 第二个呢 就是注重这个调整的速度 调整的速度呢 就是说 比方说对比这波下跌的速度 要慢 要慢 有明显的降速 这才行 那将来创新低的时候 才有可能是按结构买入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说 也不是一定会出结构 有的时候它就减低 我这个地方我就不出结构 怎么变 你跟他讲理啊 人家不讲理 行情就是行情 市场永远都是对的 好吧 就从日前的角度来讲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线 60分钟线呢 目前就有很多的红角线了 一大堆红角线了 是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如果再下 会出大级别的底部顿化 大级别的底部顿化 然后90分钟线和120分钟线 红角线就比较小 大家看这个啊 红角线就很小 就三根是吧 三根 那这个地方呢 如果要是康新低的话呢 120分钟线 有小级别的顿化 小级别的顿化就容易消失 容易消失啊 咱们看我这个去年 我这个上周举例的 这个2019年的那个 那个行情啊 你看这个120分 也是120分钟是吧 你看这红角线多不多 这个红角线多不多 所以它也没涨 叠完之后 底部正当嘛 它也不涨是吧 然后呢 康新低 出顿化 出结果 这个顿化级别就非常大啊 这个顿化级别非常大 因为它最低点在这儿 级别就非常大 好吧 目前来讲 你看这个 再回过头来看这个 现在的120分钟 如果它现在的顿化级别很小 这是在这个地方反弹了两天是吧 如果能反弹五天的话 这个红角线就会很长 但也不能太长 不能反弹太长时间啊 这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反弹到这儿 然后如果再下的话 没问题 要反弹到这儿 再下的话 那是三了 那就不是五了 能理解的打一 是吧 前面判断一二三四五 是吧 如果反弹到这儿的话 前面整个一二三是一 然后二 再下就是三了 反弹也不能太长时间 好吧 现在价格啊 我跟大家说 比方说前几天 那是没有结构 没办法 但这个地方如果再下 这个60分钟 你看那结构级别老大了 往下走 60 90 120 都有可能出增化 往上走呢 就是突破趋势 所以不管是往下走 还是往上走 后边的这个市场的结论 就会比较明朗 现在来讲 就是等着 没啥好的办法 等着 耐心点 控制好情绪即可 今天禁言了好多人 韩中 这个下跌的时候 其实没什么大事 这些人就天天管不住嘴 每次吧 我们都说这个事 但是每次都有人管不住 其实他不是坏 他就是管不住自己 情绪控制能力 扎着一样 特别差 扎着一样 好吧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今年亏大了 今年两次 还晒不 我就问你还晒不 西老师不禁言 就是你看你说这个话呀 不是说不懂就问吗 我们禁言是不希望那些 在下跌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下跌的过程中 说话不负责任 影响其他人的 禁言是他们 我们没有禁言 不懂就问的呀 你如果有问题 真的不懂的话 我们是耐心解答的 可是这是两回事啊 所以一旦这么说 不是说不懂就问吗 那意思就是 你怎么还能禁言我呢 不懂就问 可不等于言论自由 好不好 券上的逻辑 是牛市的时候 是券上的比较好的时候 一直以来 我们都这么说 这一波我们就不判断牛市 对不对 银行板块浪行 银行板块 我觉得它最主要的 不是浪行问题 它的估值仍然很低 估值仍然很低 还有人说牛市终结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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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你要对牛市 有一个基本的 常识性的判断 身边的朋友都赚钱了 大家都很开心 手舞足蹈 那你能证明 这个地方是牛市 现在是那个时候吗 连牛市都不市呢 你说你说牛市终结了 开玩笑呢 后面大的 我仍然非常看好 后面拿上去 反正呢 就是说 你只有发现身边的人 各个都在谈论股市 没背色舞 没赚钱了 那才是牛市 只要这一天没来 你就踏实的持股 能理解的大意 你这一天肯定会来嘛 从平衡的角度来讲 也会来的 这是常识性问题 常识 老师能判断这次反弹结束吗 不能 不能 现在目前 反弹了两天 然后小调整 是吧 一共三天 能判断反弹结束吗 不能 但是有反弹也没得做 没有操作 今天有些人问 他说这个反弹高点 减两次还行不行 这个问题就很业余 你看啊 如果你能判断是反弹高点了 它一定是跌下 不跌下去 无法确定出高点 对不对 你看对不对 那跌下去了之后 你说 昨天是高点 或前天是高点 有啥意义啊 所以我们不能凭感觉 去做事情 去做交易 因此我们才建立的标准 对不对 没买入或者是卖出 一定要遵循标准来 而不能凭感觉 所以你判断反弹是一回事 可是在底部买入是另一回事 不是那种带结构的 不符合标准的 即便反弹也不买 这都说了好多遍了 对吧 交易是行为动作 行为动作一定要符合规则 创业板涨了三倍 实际上从2019年开始 向上涨了两年 对这个问题 老师怎么看 我不需要看 这是事实 事实我怎么看 老师你和地球是圆的 这件事你怎么看 地球它就是圆的 你想象的还圆 老师给个标准 看板块到底是加全还是算数 没有标准 愿意看啥看啥 我凭什么给你标准 问好多遍了 我还搭配你 它是一种选择 你喜欢胖还是喜欢瘦的 你必须给我个标准 你谁呀 你是谁呀 我怎么知道你的喜好 你到底是喜欢胖的 还是喜欢瘦的 尤其是一种命令的是吧 命令老师你给个标准 你必须给个标准 我欠你的 喜欢无胖无瘦的 好好好 天老大地老二 你老三 你说的算 你看还有台杠的 地球不是圆的 你们就杠吧 它说创业板的意思是 已经长了这么多了 怎么牛市还没有来呢 跟我刚才说那句话 有什么任何的联系吗 我说你看你身边的人 如果都赚了钱了 没胚色舞的 开心的讨论 这才证明牛市来了 这叫做常识 创业板一个单一的指数涨了 跟牛市有个毛线的关系 明白了吗 那我说的是A 你说的是B 它俩不搭 它俩不搭 两回事 局部牛市 那你干脆说 那毛台党子这么多 那十年牛市呗 某一个单一品种 不代表平均市场行为 牛市市场普惠型的 所有人都赚钱 那就是牛市 这台杠的人是真有意思 是吧 撑这么的是 牛市的标准是所有人都赚钱 当然了 注意啊 不代之前那波 所有人都赚钱 股市它不像期货 期货做零和博弈 就是有人赚 一定有人亏 你也可以管它叫做复制博弈 就是说这中间要抽手续费的 但是股市在某一个时点 是所有人都赚钱的 能理解吧 我说的所有 这是一个大概的意思 这类似于95%啊 90%啊 这种 你要非抬杠 说我在牛市里 我就赔钱了 别抬杠 抬杠没意思 那么有人就会问啊 牛市里所有人都赚钱 你赚谁的钱呢 是吧 你赚谁的钱呢 赚熊市里 赔的那些人的钱 这不同的时间点 是吧 比方说 我在牛市里 最高点我卖掉了 我赚钱了 那么最高点买入的那些人 在未来会赔钱 我赚的就是他未来赔的钱 也有可能是在 我第一位买 有熊市的人在第一位卖出了 他亏了 然后我在高位卖出的时候 是他之前亏的钱 能理解吧 总体来讲就是 牛市里赚的是熊市里 牛市里赚的钱 是熊市里亏的钱 但是大的方向是上升的 大的方向是上升的 导致什么 导致股市是跟随GDP的 大的方向是上升的 就是整体股市在创造价值 这点非常重要 企业它的利润 肯定跟GDP挂钩嘛 如果大家企业都不赚钱 那GDP怎么上去的 输货上去的啊 两张嘴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把GDP输货上去了 那肯定是中国最好的企业嘛 最好的公司嘛 最好的公司都上市了嘛 所以上市公司它的利润 它的经营的情况 代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嘛 经济只要是向上的 上市公司就会挣钱 上市公司赚钱 股市自然会涨嘛 就是这么个逻辑嘛 所以股市大的方向是向上的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 怎么怎么股市 怎么就类似于啊 七个人赔 两个人平 一个人赚 胡巴巴道的 这都是 大的方向是上市的 你只要顶承着 长期做投资的方法 你天天吵来吵去 手续费 天天替家里人 手续费都吃了 就错误的交易理念 别往股市上赖啊 股市挺好的 干嘛呀 天天呢 这一天天呢 除了埋怨板块 埋怨老师 埋怨股市 啥子你都埋怨 天下都不对 就你对 你看我前一天说 我说你把钱存银行 不如买银行股 大概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去年年底的时候说的啊 然后呢 我上周五说 我说你买中正500的ETF 不如买中正500的股市期货 对吧 那这个 这一系列的逻辑 都能跟大家解释的清楚 这一系列的逻辑 但也不是说 目前的这个观点 将来的观点一定对 因为假如说银行股 它的PB 整体的PB 达到1.1 或者是1.2左右 那它的几乎就不大了 历史上1.2和1.1的 都属于高位了 好吧 那你看 从0.8 1.1 或者到1.2 百分之四五十的涨幅 注意啊 这百分之四五十 还不是说 这个PB它稳定 是吧 那PB它在自然降低 因为每年 它这个银行的盈利率都很高 它一盈利PB就降 一盈利PB就降 如果PB从0.8 涨到1.2或者1.1 股价可能会不止涨 百分之四五十 因为它有个时间的因素 时间因素 能理解吧 可能涨七八十 这都不好说 就看它这个多长时间 把这个PB做到 这个1.1 1.2了 就看这个神速了 那么我上次 我讲的一个IC也是啊 它有一个贴水的时间价值 那假如说是生水呢 那你持有多头的话 时间越长 你就越亏损 对吧 两回事嘛 就不同的时期 它的这个不一样 它的不一样 哎 我也是跟了老师 十多年的中式学员了 问了一下 加纯还是算数 这就给怼了 还说我以为我是谁啊 有点伤心 你哪那么脆弱呢 我十年的老学员 绝不会这么脆弱 就是你问这个问题 我刚才回答了你是很直接的结论 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应该看啥 这句话你不能理解啊 我说那你到底是喜欢胖的 还是喜欢瘦的 你先告诉我 然后我问一下 如果你喜欢胖的 我就问一下 学员里头有喜欢瘦的没 如果你喜欢瘦的 我就问一下 学员里有喜欢胖的没 这个并还不明白吗 就是它不同的 它就适合不同的人了 对吧 但大多数呢是加权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指数只有在咱们那儿 做了算术 其他的软件里都是加权 你要非要用算术 你就会觉得 怎么我们跟其他的软件 不一样呢 结论不一样呢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对吧 导致呢就是 大多数软件是准的 你如果不一样 你就是不准的 他没有考虑过算法问题 就是刚才那个学员呢 他甭管他十年还是多少年 就是你如果在学员区里 一遍两遍问 我没有答复 要么就这个问题 不具备代表性 你一定要思考一下 我为什么不回答 你到现在你连问了多少天 每天就这么刷屏 我都没批评你 那今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跟你说 我说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回答 你还说挺伤心 你怎么那么脆弱呢 你对了几十年 学的学习吗 行了不多讲了啊 不多讲了 咱们最开始判断 一个月的调整 我觉得这市场里 在那个时候 能判断一个月的调整的人 能判断一个月的调整的人 很少 我们如何判断 也如何操作 现在的市场 也出现了下跌 一切都是 很理性客观的 操作和建议 大家要控制好情绪 情绪是做好交易的 最大伏敌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 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